晶片等关键产业研发费最多四分之一可抵营所税最快明年上路 行政院会17日通过台版晶片法草案修订产业创新条例部分内容 未来半导体5G电动车等技术创新且居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公司研发费用的25% 以及购置先进制成全新机器等支出的5%可抵减当年盈利事业所得税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CMI表示 这项修法将有助后置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动能提升国际竞争力 台积电联电及联发科等半导体大厂皆表示乐观其成 设诈领助理费台北地检署分案侦办高宏安尊重配合检调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遭控诈领利润助理费 调查局北极站15日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 北检17日下午正式分案 由查器黑金专组检察官侦办 目前仍为他自案 检方将进一步厘清相关市政是否涉及犯罪 高宏安竞选办公室表示 列被告是正常分案程序 并非检调司法认定有罪 他的幕僚已提出大量证明助理实职工作证据并主动送交检调 未来也尊重检调配合侦办 英情报首长警告中国渗透与俄罗斯伊朗同列重大威胁 英国对内情报机关军情无处 MI5处长麦卡勒姆16日表示 英国正面临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重大安全威胁 这三国全都会在外国利用脅迫恫吓甚至暴力等手段追求自身利益 麦卡勒姆称中国甚至是更长期的问题 共产党的活动对英国构成最具有改变局势程度的战略挑战 中州科大台湾首府大学退场骑程提前预计明年7月停办 位在彰化县园林市的中州科技大学与位在台南市麻豆区的台湾首府大学 今年稍早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但两校没等到改善期结束 主动申请停止招生 教育部退场审议会17日通过改组两校董事会 预计明年7月停办 教育团体指出 停办对大二学生影响最大 他们原本可以继续读到毕业 如今将被迫转学 另外退场审议会也公布第二波私立高中职专案辅导名单 包括高雄市新光高中苗栗县贤德工商等二校 改善期限两年 主因都是财务状况显著恶化 过去两年中有22个月可用资金未达标准 莫德纳次世代BA0.5疫苗 今天开打工12岁以上民众接种 今年采购首批70.3万剂莫德纳次世代 BA0.5双加疫苗于18日开打 40.7万剂中午前全数配送至各地卫生局 工12岁以上民众接种 针对感染科专家批评 台湾COVID-19死亡率高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翔17日指出 台湾COVID-19致死率若与经济合作剂发展组织 OECD 38个自由经济国家相比为第6D累计确诊死亡率为OECD国家第4D OECD会员的韩国澳洲等国家 美共和党取得众议院多数席次麦卡锡渴望取代裴洛西出任议长 美国11月8日期中选举持续计票 按美国媒体最新统计 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已取得218席 达到掌控众议院所需的过半门槛 新一届国会明年1月初开议时 众议院将由共和党掌握 届时共和党将能决定立法议程 因此更易于牵制总统拜登与民主党 众认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则有绝佳的机会 可取代民主党籍的裴洛西成为下一任议长 在联邦参议院方面 内华达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斯托日前确定连任后 以保住民主党在参院的多数控制权 习近平尽头前责怪杜鲁道前外交官 粗鲁程度前所未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场外 当着镜头责怪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向媒体转述两人会谈内容 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各界认为习近平是刻意羞辱杜鲁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加关系近年来面临困难 但责任不在中方 并声称习近平对杜鲁道的言行 不应被视为批评或指责 但在家国专家和前外交官眼中 习的举动不仅令人惊讶 也凸显出他对杜鲁道的轻视与不尊重 广东海珠封控数州民怨扩大群众拆围离 酿景民混战 广东广州市10月底疫情升温 由于海珠区为重灾区 自11月5日临时痊愈管控以来 以第四次延长强化社会面管控 不满防疫层层加码的民众近日拆围离 打砸警车 甚至演变景民混战的暴动 网友上传的影音显示 居民纷纷推倒封死的铁栏 并与远景和防工作人员拉扯推击 掀翻警备用车 混乱中受伤民众躺卧血破 医护人员实施CPR抢救 场面相当混乱 大谷祥平将打世界棒球经典赛 台湾队有11名旅外球员 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队的 28岁日及二刀流球星大谷祥平 17日透过IG表明将参加 2023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台湾队伍时人大名单也于17日定案 总教练林月平表示 基于与球员工会的协议 因此不公布名单 但他透露 名单内有11名旅外选手 以及一名40岁以上的老将 WBC有20国的队伍参加 4个分组赛预定明年3月9日起 分别在台湾日本和美国登场 4强赛与决赛在美国迈阿密举行 FTX加密货币平台破产大谷祥平 大阪直美柯瑞曾代言挨告 FTX于11日无预警申请破产 许多曾为FTX背书的体谈明星和名人被告上法庭 包括MLB天使队名将大谷祥平 日本网好手大阪直美NFL传奇四分位 布雷迪NBA荆州勇士头号王牌柯瑞等 美国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16日表示 计划12月开听证会进行调查 这起诉讼求偿金额不明 诉状称 FTX总计造成美国消费者 于110亿美元损害诉讼 寻求让被告对原告造成的 数十亿美元损失负责 台湾受害者在网络组成自救会 金管会17日指出 FTX是在境外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并非金管会核准设立或监督管理的机构 相关商品也是由业者在境外提供 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 并了解国际上相关主管机关 对此事的处理方式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前欣赏在境外的摔摘 未经许可避这期 mostra